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因为签证到期被遣送回英国永远不能入境美国 两人只能靠着写信和电话维系感情 但分离和长期不能相见的痛苦 就算是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存在着 随着时间过去两人都有各自的生活也都在谈心恋情 但心里的那个位置还是留给当初那个人 这部芯片Like Crazy是今年日舞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得主 上个星期光是预告片曝光就让不少网友大喊哭惨了 也因为热烈讨论荣登秋天最受期待的电影之一 究竟这淡淡的心酸最后能不能有happy ending 只能等电影上映去找答案了 一点收入以真理报道